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话题是 对于社区大学的学生在收到了UC系统offer以后 接下来不得不做的几件事 对于要transfer的学生来讲呢 UC的大学会在每年的3月初到4月底 这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段内呢 陆续发放申请的通知 每所大学发放通知的先后顺序 有前有后 但是他们都会使用同样一个录取的截止预期 也就是6月1号 这就意味着呢 学生一定要在6月1号以前 选择一所自己想要去的UC大学 并且接受他们的offer 也就是上交SR表格 那么如何上交SR表格呢 首先你需要登录这所学校网站的学生账户 通常呢 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位置会有一个选项 叫Submit SR 你需要点击这个选项 按照要求填入相关信息 最后缴付大约几百美金不可退化的押金 这就接受这就完成了接受offer的一个过程 对于目前是在等待名单上 也就是wait list上的学生呢 你要从已经确认录取的学校当中选择一所上交SR 每一个学生只能上交一所学校的SR 也就是接受一所学校的offer 如果说在后期呢 等待名单上的学校给你发来了正式的录取通知 那么你需要联系先前已经接受了offer的这所学校 先撤回已经上交的SR 然后才可以接受新学校的offer 接下来在接受完了offer以后 你所要做的事情呢 是寄送你的成绩单 因为UC大学规定 最后一次更新成绩的日期是每年的1月31日以前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呢 学生通常还没有去完成春季的课程 所以说UC系统学校规定 在你完成春季课程之后 要在第一时间将成绩单寄到UC大学指定的这个办公室的地址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不要忘记寄送成绩单 与此同时还要寄送一个叫IGETC Certificate IGETC Certificate的东西 这个文件呢是为了证明你在前两年的社区大学的学习当中 已经完成了UC系统要求的最低的这种通识课程的要求 至于说如何去取得这个IGETC Certificate呢 每种学每个学校的方式有所不同 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是在你网上订购成绩单的同时 它会有一个额外的选项 来询问你是不是要在这个成绩单当中呢 假付这样一个IGETC Certificate 如果你选择yes 那么学校会跟你讲 可能你这份成绩单呢 会需要额外三到五天的时间才可以寄出 但是在寄出的成绩单当中呢 就会附有这样一个IGETC的完成证明 如果说你在订购成绩单的时候没有提供这个选项 那么可能呢 对于你的学校来讲 你需要单独去国际留学生办公室 或者学校的Record Office 去做一个单独的申请 就是填一个特定的这个IGETC的申请表格 在完成了这些步骤之后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成绩单 以及IGETC的Certificate 一起寄到你所需要的学校当中去 再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呢 便是注册Orientation 也就是参与新生说明会 新生说明会对于某些学校来讲 是强制要求新生参加的 但有些并不是 对于我个人来讲呢 不管说学校是不是强制要求参加新生说明会 我认为呢 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原因 一定要去参加这个大概为11到3天的新生说明会 会对你今后的学校生活 有一个巨大的帮助作用 然后呢 通常在7月中旬左右 这个时间呢 是UC系统要求递交免疫证明的时间 也就是说 你需要按照规定注射相应的疫苗 如果说呢 学生在来到美国以前 比如说我在进入社区学院以前 已经完成了相关疫苗的注册 那么呢 你只需向UC系统的学校提供相应的疫苗注射记录即可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完成疫苗的注射 那么你要抓紧时间 在它的截止日期之前 到指定的地点去注射疫苗 并且提交相应的疫苗注射记录 最后呢 对于持有F1签证 也就是国际留学生来讲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就是你一定要通知你目前的学校 去release你的service record 也就是说 将你的i20的学生身份 由现在的学校转移到新录取你的EOC系统的这所大学当中去 具体的做法呢 是你要上到被录取的这所大学的EOC系统网站 下载一个叫SEVRS Served Record Transfer Out的表格 按照规定填写好相关内容之后 交到你目前学校的国际留学生办公室 会有专员去帮助你完成这个身份转出的过程 它最后会告诉你一个确定的时间 在什么样的一个确定的时间 你的身份会从目前的学校转到新录取的学校当中去 然后你新的学校就会有资格给你发放新的i20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有关对于Transfer的学生 在收到录取的EOC系统录取的通知之后 接下来需要做的几件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